这一集的全球现场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到美国股市 先来看到美国7月就业报告超级疲软的 就业增加的人数急缩 失业率也加速上升 薪资升幅是进一步的缩小 所以平均公时缩短就显示就业市场正在迅速的降温 经济可能会大走下坡 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相关的数字 美国7月的非农就业市场放缓超过预期 失业率现在是上升到了4.3% 那7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只有增加11.4万人 这个是远远低于先前预估的17.5万人 也创下了三年半来的新低 那么7月就业不佳的原因之一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德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州 遭遇了飓风的袭击 那由于7月就业报告远弱于预期 现在也引发美国人 他们对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的担忧 导致美股是大幅的下跌 我们就来看到标普500指数是下跌了 100.12点最后收在5346.56点 那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呢 也下跌了417.98点 收在了16776.16点 那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呢 从近期的历史高点已经跌幅超过了10% 好 再来我们看到道琼工业指数 是下跌了610.71点 收在了39737.26点 盘中最低是一度下跌来到了989点 最后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下跌了251.83点 收在4607.76点 另外来看到科技类的英特尔的财报 现在是不如预期的 再加上呢 好 有消息传出他们即将要裁员1万人 所以消息一出之后股价就一路下跌 最后跌幅是落在了26.06% 而回答呢 则是继前一天下跌6%之后 这一次又再度的下跌1.78% 所以这样子AI题材主导的市场趋势 不过近期的股市好像看起来是暴涨暴跌 反复无常的一个情况 所以投资专家他也要提醒大家了 当这些AI股过度集中狂热 并且有爆炸性成长的时候 投资人就应该要更加的小心 抛售潮恐怕才刚要开始 好 这位专家呢 他就是花旗集团的美股策略师佩蒂特 他就表示了不论买卖双方大多人数呢 对于布局AI相关的企业 未来五年内计划要做什么 都是一无所知的 那如今股票回调 更能够让投资人务实的去判断 企业的财务判断以及估值 所以他相信AI目前看起来是 还没有要进入泡沫 题材结构上甚至更看好AI 但是他也认为了 多数企业应该要继续调高 他们的财测 才能够带动产业引领而上 好 所以美股就出现了 黑色星球的一个情况 四大指数是全部的收黑 科技股更是受到了重创 包含了有英特尔啊 挥达还有微软等等 不过分析师也指出了 科技股的股价高 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原因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İs there's maybe not overreaction there's basically kind of a rotation or broadening happening and basically tech is getting impacted because the valuations were really expensive and Q2 results ar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anticipated investors have done an about face scrutinizing tech and looking for new areas the good news there's plenty of things that haven't moved Lisa in 18 months the valuations are good and they've got earnings 另一個焦點 我們來看到哈馬斯的領導人哈尼亞 在伊朗是遭到暗殺身亡之後 中東的情勢現在迅速的升溫 美國國防部就表示將會加派更多的戰鬥機 還有艦艇前往中東 而林肯號航母打擊群也會前往輪值 取代目前的羅斯福號 那除了航母戰鬥群輪替來接班 美國國防部也將會派遣可摧毀彈道飛彈的海軍巡邏艦 還有驅逐艦前往中東 也會有更多的戰機前往中東部署 不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他強調了 中東大戰並非是不可避免的 停火協議將會有助於地區的情勢講文 另一個消息啊 美國司法部在美東時間2號以未能保護兒童 在社群媒體應用上的隱私為理由 對TikTok以及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提起訴訟 如果罪名成立的話 TikTok可能會面臨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罰款 那根據媒體的報導 美國政府表示 TikTok是違反了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 也就是針對兒童的服務 需要先獲得父母親的同意 才可以收集13歲以下用戶個人資訊 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加入了這項訴訟 表示要終結TikTok對兒童隱私非法而大規模的侵犯 那TikTok他們則是發聲明反駁 表示說美國司法部有許多的指控 與過去的事件和做法有關 但是實際上並不準確 或者是這些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 那TikTok也為保護兒童所做的努力感到自豪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